宜蘭郊溪一處日租型的套房 今天凌晨發生了撥火事件 一名42歲的黃姓男子 因為債務糾紛 將一名女子掳走 警方互報後到場救人 但沒有想到黃姓男子竟然朝警方 連開三槍 逼得警方是開七槍反擊 而案發當時雙方在走廊上 對峙撥火畫面也已經曝光 宜蘭縣郊溪湘 今天凌晨發生一起撥火事件 一名42歲的黃姓男子 因為債務糾紛 竟在桃園設局 將一名女子掳走 關進套房 警方獲報之後 派出四名警力到場救人 而女子隨即開門求救 並向警方示意黃楠有槍 見黃楠持槍反抗 警方也退出房間 不料黃楠竟追到走廊 朝警方連開三槍 逼得警方開七槍反擊 射中黃楠的右肩左腿 黃楠疑似因為失血過多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目前仍在開刀搶救中 經初步調查 係被害人因債務糾紛 在桃園遭社局誘騙後 遭強壓至郊西某社區日租型套房 討論還在事宜 經被害人趁係通知有人協助報案 現場查握手槍一把 子彈29顆 及毒品咖啡包110包 凱擦命及其他大麻等毒品 後續將犯險 送至陽大醫院急救 所信遠景無人受傷 而接下來看到台66線快速道路 桃園市平鎮的路段 15號發生了6車連環狀的事故 而警消互報 趕緊現場後 救援救出了兩位民眾 而其中一名男子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終於搶救後 人不至身亡 而這起意外 一共造成一人死亡 死人受傷 藍色轎車轉向內側車道 後方到貨車也跟著左轉 如打保齡球般追轉了多輛轎車 恐怖的畫面發生在昨天傍晚5點多 台66線快速道路西向20.5公里處 15日下午5點多發生重大車禍 當時有兩輛轎車先發生差轉 雙方駕駛把車停在內側車道 接著下車查看車損與處理車禍問題 不料一名中性男子駕駛大貨車經過 疑似未注意到前方 直接鑽上停放在內側道的轎車 接著事控波及行駛在外側的轎車 造成六車追轉的重大事故 事故總共造成六車受損 五人受傷 其中有兩人一度受困車內 所幸晚間7點45分被消防員救出 但有一名父性男子被救出時 已無呼吸心跳 宋醫時在晚間7點52分到院前死亡 有關本霞15日17時時分許 台66西向20.5公里處發生交通事故案 經初步瞭解 為兩輛自小客車先發生差轉 停放在內側車道 29歲父性男子下車看車準的情形 後方是8歲中性男子所駕駛的營業大貨車 因不明原因先行撞擊前面兩步行駛在內側自車輛後 再撞擊原因事故 停放在內側車道的兩部車輛 並波及另外一部駕駛於外側車道的車輛 本體事故 共造成了六部車輛損壞 分別造成五名駕駛輕重傷 至於詳細的造勢原因 警方正在積極的調查釐清當中 接著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國道一號南下彰化路段 今年清晨發生了一起追撞死亡車禍 有名陽性駕駛他自裝忽然之後 下車走到車子的前方查看 沒想到車子卻遭到後方小客車的追撞 導致陽性駕駛被自己的車撞死於自車輪槍 初步調查41歲的陽性駕駛 駕駛的黑色自小客車在國道一號南向彰化路段 行駛中線車道時因為不明原因 往內偏移撞擊了內側護欄 並且往前滑行之後停在內側路間和內側車道上 大約六分鐘後陽性男子離開車子 走向了車子前方 沒有想到後面的小客車追撞了他的車子 自小客車在推撞了陽性男子 導致陽性男子和後面小客車的駕駛 兩人接受傷送醫 而後面小客車的駕駛手麻 但是意識清楚被送往醫院救護 而陽性男子是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送往醫院緊急急救之後 依舊宣告無效死亡 而肇事原因由國道警方調查理清當中 接下來這個消息相信大家的荷包都要哭了 因為現在真的是什麼都在漲 我們來看看吃的這方面漲了些什麼 像是這個梁奢翰他的椒馬雞原本是99元 現在漲到了108元 那椒馬雞飯貨麵原本其實很不便宜 就已經130元又漲到138元 漲了8塊錢 那牌骨飯跟麵非常受歡迎 他原本是115元漲了3塊錢到118元 因為我剛剛其實有問小倩說 他好像蠻喜歡吃的對不對 我蠻喜歡吃的還蠻方便的 對 可是他本來就不便宜 那現在漲價之後你還願意吃嗎 可能就是跳著吃可能135這樣子 可能那個吃的頻率會降低 然後再來這個知名連鎖店薩莉亞 也漲價了他的香辣海瓜子麵 從120元漲了10塊錢到130元 那墨魚燉飯也是漲10塊錢 從110漲到120 還有這個大家也就是很喜歡吃的 老菜水煎包 從17元也漲了3塊錢到20元 哇 其實真的都漲蠻多的耶 像這個最貴是貴了9塊錢嘛 那薩莉亞也漲了大概10%左右 那不曉得大家看到這個掌聲響起之後 還願意去消費嗎 歡迎留言來跟我們分享 你們的看法喔 真的是荷包要苦苦了 是 好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 25歲的正妹網紅 澄澄因為加入了YouTuber 健保頻道而走紅 甜美的外型已經累積了 超過60萬人的追蹤 而被許多粉絲 視為是現代的女生代表 而15號她宣布離開團隊 期盼能夠對自己的人生負責 澄澄先前因為擔任健保的後宮 獲得不少人氣她表示 從2024年開始已經正式成為獨立創作者 不再由健保幫忙建案 她很感謝過去這段時間 團隊給予的協助 但經過這幾年不斷成長 她更加確定自己的人生 必須由自己負責 如果我現在不這麼做 我永遠都不會成為自己心目中有進步的人 而她也謝謝成員的理解 澄澄透露 這些年學到了很多 也承受過很多痛苦 但還是選擇繼續努力 不願讓粉絲失望 至於未來是否還會有機會 與團隊合作 她承諾 若是團隊有需要 她一定全力相挺 沒有與任何一個人的分別 只是去沒有任何保護的世界裡闖闖看 好看 好看